北京的三口之家过个周末 日常消费多少钱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一天不挣个一千块钱就得赔钱 这是日常的周末消费 还不算是买大件或者请客什么的 下面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家三口人 我就是朵朵爸 还有朵朵 还有朵朵妈 朵朵今年上六年级 下面说一下名气 2022年9月24号 礼拜六也就是昨天 朵朵妈去上课 学烘焙 平均下来每天300块钱 朵朵学美术 学素描 平均下来一节课是220 中午我去接朵朵 我俩在外面吃的 吃的西少爷 还是从抖音买的几个卷 一共花了72块钱 这是我俩的中午饭 朵朵妈为了减肥 中午就不吃饭了 也就是花了0元 晚饭呢 我们是自己做的 做的鲍鱼红烧肉 咱们就说成本啊 这个红烧肉 大概是35块钱 10个鲍鱼 花了50块钱 成本是85块钱 这个没吃完啊 剩了一半 晚饭还有一些主食 还有配菜什么的 就不算了 周六这一天算下来 一共花了677块钱 早饭基本都在家吃 自己做 也不好算就不算了 9月25号周日 早饭咱也不算了啊 上午我们8点三口一起出门 送朵朵学打网球 花了370块钱 下午呢 我和朵朵妈一起练网球 花了150 150一个小时是场地费 中午我们三口在外面吃的 花了190多算200吧 吃完中午饭去迪卡农 转了一圈 买了点运动的衣服 我买了一个网球服 长袖的 朵朵买一个网球球 朵朵妈买了一个御驾裤 还买了三个网球 三个网球是19块9 还有一个跳绳 一共是340块钱 上午呢 我还去洗了个车 40块钱 今天的停车费 1块2块12还有5块 一共花了20块钱吧 周日礼拜天 一共花了1320块钱 晚饭就不吃了 省钱减费 周六日这两天加在一起 一共花了1997块钱 也就是2000块钱 其实这两天的主要费用 是学习的费用 朵朵妈学烘焙 朵朵学美术 学网球 还有我和朵朵妈下午练网球 这几样加一起 就得1000块钱 最后说说 我和朵朵妈 这个练网球的150块钱 场地费啊 一般家长给孩子身上 花钱很痛快 但是给自己身上花钱 很吝啬 但是你得这么想 等以后老了 随便去个医院 就不是150块钱 能出得来的 现在每周花150块钱 练练网球 断了一下身体 出出汗 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以后老了 少去医院 其实这是一个 普通日常的周末 以前没算过 今天算了一下 所以说 时间都去哪了 钱都去哪了 你不算是不知道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吧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